修道人我們應該怎麼辦呢 應該趕快懺悔 趕快感恩 趕快修功德來回向給他們 祈求呢 我的這一份親近真誠的慈悲 它那個波動 可以呢 化解他們的那個 那一份怨氣 那一份這個不安 所以你看 在有一本書 叫做《曠野的聲音》 那這是一個外國人 到澳洲 去訪問 看到澳洲當地的土著人 他們所生活的一些過程 所寫的一本心得 那他們 他所寫的這些心得 讓我們可以說呢 大開眼界 那其實大開眼界的這些 這些道理啊 在我們的古創先寫裡面呢 留下來的資料非常多 只是呢 我們不曉得去應用它 那譬如說他們那些賭注 那他們呢 那他們呢可以在 這個荒山以外啊 在這個荒漠這種森林當中啊 他可以在那裡過火 下雨天的 他可以不穿衣服 就在雨中這樣 這樣讓他淋了 他也不會生病 那他說呢 我們這個文明的人呢 沒有辦法做到這樣子 所以他 他把我們這種文明人 事實上 我們自稱文明人 到底誰比較文明 其實也很難認知呢 把我們這些都市的人 稱之為變種人 他們自己呢 稱為真人 你看真人 不是我們道家所說的 這些神仙嗎 那他們這些 這個真人啊 可以在這個荒礁野外 也不穿衣服 也不用住房子 可以這樣生活 零三天的雨 也不會感冒 不會生病 我們都市的人 現代人做不到 那所以呢 我們的體質 絕對沒有他們那麼好 喔 生病力的那種強韌度 也絕對比不上他們 那他這個作者啊 剛好採訪到 一個土柱啊 從這個山癌 掉下來 就腿折斷了 腿折斷了呢 他就趕快呢 把他送到 巫師那裡 那巫師的治療方法呢 用安撫的 他就把這個 用他的手 在他的這個 骨折的地方啊 那個骨頭啊 都這樣突出來了 突破這個皮膚了 已經露出來了 他就用安撫的方法 喔 不斷的祈禱 不斷的祈禱 不斷的在念咒語 那這個安撫 叫這個 他的這個 內部的細胞啊 趕快回歸本位 啊 安撫了大概 一兩天啊 欸 這個突出來了 這個骨頭啊 竟然自己自動受回去 而且呢 這個受傷的傷口啊 還主動的癒合 喔 也沒有吃藥 也沒有敷 敷什麼藥 就這樣好了 喔 一個禮拜之後 他已經能夠 能夠走得夠跳了 你看這個 在我們來講 這個叫特異功能啊 對他們來講 家常便飯 哪有什麼特異功能呢 特異功能也是 本來我們就有的 我們今天吃掉了 所以就把它稱為特異功能 那事實上呢 當我們能夠回歸本位的時候啊 這些 自在神通的能力啊 我們哪一樣不具足呢 那他們的這個 生死啊 也看得很開 他們聽說呢 有一種生命的這個開關啊 他可以隨時回去 回去到天堂 那他如果說這個 世間啊沒有需要他了 他就把他的生命開關關起來 那他就回天了 你看 這個生死自在 澳洲的土著 已經達到這樣的境界 那對於我們來講 這個已經是修行 到一種非常高的成就才有辦法這樣 那他們不是啊 他們呢 西中平常 這本來就應該 本來就應該做的事情 本來就應該會的事情 那他們的生活呢 每天都要感恩 每天都要跳舞 每天都要祈禱 這個是他們生活中的儀式 喔 這種這個祈禱 這個 這個唱歌跳舞 這個是他們在跟天 溝通的這種時段 那所以修行 要達到像他們這樣的一個 親近的 真誠的 這樣的一個 一個心態啊 這個是我們 現代的人啊 要以你為界的地方 他們也沒有說在修行 他們也沒有在修行 他們只是在過日常生活 所以可見呢 日常生活就是他們的修行 那這個跟儒家講的不是完全一樣嗎 儒家告訴我們 生活之中就是修行 修行就在生活之中 我們把三綱五常五輪八德 這個人倫的鬼犯做好 這個做人的本分做好 這個就是在修行 如果我們也能夠 回歸到這樣的自然生活 那麼我們是不是也有 像他這樣的能力呢 哪一天我們也這個生死自在了 欲知實至了 我們也可以瀟灑的離開啊 當這個社會不需要我的 我就回天去幫助老師 這個不是很好嗎 所以明師他這裡講到啊 這個無緣大慈同體大悲啊 渡化眾生悲怨如窮 渡化眾生悲怨如窮 那可見呢 一個明師啊他來到人世間 他把這個點醒這些眾生之後 他還要不斷地去點醒 直到沒有眾生讓他點醒 事實上在明師的心中來講 也沒有所謂的眾生 因為每一個都是佛 只是呢他暫時迷霧住了 迷惘了 那暫時呢這個糊塗了 所以呢明師要去把他點醒 要去把他的救度出來 悲怨無窮 無窮無盡 無窮無盡是因為眾生的煩惱 無窮無盡 那只要還有一絲煩惱 就會障礙眾生 這個得度的機緣 所以明師呢要去用各種法藥 用各種這個生相啊 要去渡化他們 這是明師的條件 那還有最重要的點就是 明師呢要聖誕 主主相傳的天命 這個先前我們就講過了 那所謂的明師 那一定是他有生父天命 他才能夠自稱明師啊 否則只是一種先佛的教化 就不是明師 這個呢 這個從我們的典型裡面也可以看得到 你看釋迦摩尼佛在世的時候 同時也是有一尊佛耶 硬化在人世間 哪一尊呢 我們都知道 唯摩尼佛耶 唯摩尼佛耶最尊佛呢 他是四件 這個在家人的身相 但是呢 這個佛陀的弟子啊 去拜唯摩尼佛耶的時候啊 都是用這個禮拜佛陀的禮節啊 來拜這個唯摩尼佛耶 所以可見呢 唯摩尼佛耶也是當時的佛 那唯摩尼佛耶 那唯摩尼佛耶 他為什麼沒有 像佛陀一樣呢 來承傳這些道法 因為唯摩尼佛耶他不是明師 這明師還附帶一個 這個主事的傳承 天命的任務 那這個天命呢 因為不是人的智慧可以測量 所以這個是先佛的事情 這個是老母的事情 沒有辦法測量 所以老前人常跟我們講 我們就辦好我們眼前這一段 我們做好現前的事情就好 將來的事情將來再說 那所以 北海老人他也曾經講過這句話 他說眾道友 莫貪小 莫貪戀小道 信眾物 命未傳 難逃 解冤 各位修道人啊 不要貪戀那種小道 那些看起來很好看 但是呢 那些是虛花假情 不要被好看所迷入住了 他說信眾物啊 命未傳 難逃解冤 你這個信理大 這個道理啊 你雖然 側悟了 可是呢 沒有天命明師的傳送 你還是難逃解冤 沒有天命明師 將這個眾生的 那個信理心法 那個打開的那個 開關啊 還是沒有 沒有鑰匙來打開的話 你還是沒有辦法摸得著 這種根啊 那所以天命明師 他是 相對的這些所有先佛來講 是無比的重要 對於眾生來講 更是無上的這個尊貴啊 沒有天命明師啊 沒有天命明師啊 眾生要得度啊 真的是 難如登天啊 就是再多的文某寫 也沒有辦法 來挽救這個職 這個結束 所以他說命未傳 性命難破結緣 你的性命呢 要超勝了死 要回歸到本來面目 喔 要這個 達到 長極光圖 那一種 精神狀態 那一種沒有物質 沒有精神的狀態 那一種這個佛的本來面目 這個才是 這個才是明師 要來傳道的主要目的 好 所以這幾點 是激光老師 他所說明的明師的重要 那麼他講到這裡 我們可以反省到 激光老師他所說的這個明師的條件 那他不是在講他自己 他也不是在講某一位先佛 他講的實實在在就是在講我們自己 喔 如果說我們是替 老師 替師尊師母 要來不得 要來傳道的話 我們自己也沒有達到這些 智慧德能 喔 你有沒有明師的那一份慈悲 有沒有明師的那一份 願力 有沒有明師的那一種 智慧 還有他的德能 神通自在 他的向好 有沒有 那麼你如果沒有 雖然 你還是在度化眾生 可是呢 你所成就的中中只是小局限的 甚至你連自己都成就不了 那麼如果一誤呢 就全部都誤 啊 所以呢 這個真的是替師傳道 為師不得的人啊 他是一誤是全部誤的 他要有這個具體而為 的這樣的一個德行 雖然沒有像技工 這麼樣的圓滿 但是呢 我們也要有小技工的模範 所以這裡 他講的明師的條件 是在告訴我們 我們自己要開發 內在的本性 內在的那一份智慧 以及德能啊 這樣呢 你才有辦法 聖擔天命 來普渡山草 喔 我們幫助師尊師母 來普渡收緣 你有沒有這個能力呢 所以他這些條件 是在講我們自己 不是都把這些責任 通通歸給明師啊 這個我們要認清楚 所以講到這裡 我們知道 對於尊師眾道的一個重要性 明師對我們 這麼樣的 這個不可思議的 的影響 還有那一份慈悲的偉大 那這麼樣的一個 重要的一個角色 我們是怎麼樣 如何 來依止到他的門下 好好的來到達他呢 那所以他 他這裡講到 尊師眾道是修行的前提 一個修行人 首要的條件 就是尊師眾道 那我們說到 修行是為了 這個了生死出三戒 喔 是為了這個 幫助師尊師母 普度人 普度人世間啊 那所以修行 除了你要有在家的這樣的一個 道德典範之外 你還要有出世間的這樣的一個智慧德能 所以講到出世間的修行 我們要講到師道 那師道呢 是幫助我們脫離六道輪迴的一個主要的因素啊 那對於師道如果不尊重的話 我們要怎麼樣才能夠叫修行人呢 所以尊師眾道成為修行 喔 所要的因素 所以一個修行人 如果他沒有辦法做到尊師眾道 那麼他本來 本來有的這些神通自在 喔這些能力啊 他就會漸漸吃掉 譬如說他本來是 心道清 然後呢 修行到一個境界 有一些 有一些能力了 結果呢 就槓高 生出我慢心 喔 不再認為明師的重要 你認為自己呢 是最重要 自己就是明師了 那這樣這樣的修行人啊 他就自覺根本 喔他的這些智慧德能 甚至像好 就會慢慢改變了 他的命運呢 也會慢慢改變 那他呢 終究的要自覺於 這個覺悟之路 必定會退轉 那麼如果說 剛剛學到的人 就不知道尊師眾道 那一定呢 沒有辦法 登堂入世 沒有辦法看起到那個到底 所以可見呢 尊師眾道 這個事情 是很重要的一個根本界 根本的修行 就好像我們說 這個水塔裡面啊 結果沒有水進來了 你空有一個水塔在那裡 這水塔的水用完了 就沒有了 你認為水塔呢 是很厲害的 無窮無盡的 結果呢 你把那個接收的水管給斷絕了 這個就是斷絕於 你聽恩師的 的這個途徑 結果呢 你那個能源浩解了 自己 也就墮落了 什麼都沒有 再來就是說 尊師眾道 是一體兩面 尊師的人一定眾道 那眾道的人一定尊師 那師呢 是道的代表 所以呢 我們修道 就是要尊師 好好的修 就是好 就是實實在在的性 所以真正的要報答師恩 就是好好的修行 我們之前講的 儒教修行供養 成就自己的德性啊 只有讓自己的德性成就啊 才是真正的報答師恩啊 所以老前人他這裡講 尊師所以為道 無仇乃貧俗之人 生於末世 性欲名思 得文是道 其可不遵乎 所以尊師就是為了道 這個道呢 就是我們自己的自信 所以尊師呢 就是為了開發我們自己的自信 只有自愛才能夠愛人 自利才能夠利人 所以呢 我們自己對於我們的自信啊 敬重他 關懷他 我們以後才有能力去關愛別人 去照顧別人 所以他這句話 尊師會為道 事實上尊師尊的不是對面那個字 不是技工那個形象 而是我們內在的性德 內在那份性德啊 只有自尊自重 那個道的這樣一個不可思議的這種行貴啊 才有辦法讓人家感受得到 所以老全人大呼籲我們 生於這個末世啊 我們這些平俗之人啊 憑什麼可以得到 那憑什麼可以回天 如果沒有明師的話 沒有這個大道的話 我們什麼都沒有 所以怎麼能夠不尊敬呢 所以修行 從根本修 這個根本呢 是我們內在那一份智慧德能 從內在去挖掘 了解到我們那個圓滿 這麼樣的不可限量的自我 跟佛都是一體的那一份本性 這個就是尊師重道的道理 那尊師重道就是感恩就是回饋 感恩 是無所不盡的 驅禮約無不盡 我們因為發自於內在的真誠 所以我們感恩 在生活之中 因為得到各種的資料 所以我們感恩 在生命的過程裡面 我們因為得到太多的這個助援 我們才有今天的我 所以我們感恩 實實在在 時時刻刻 世世面面啊 我們通通要感恩 會毀霸你的人 污蔑你的人 障礙你的人 都是要成就 我們自己的資料 這些人我們通通要感恩 那一份感恩啊 是只有 把我們的那一份煩惱妄想 我們那個無名 把它轉過來 一切之間把它轉過來 我們才有辦法 如此的感受到那一份恩 恩的偉大 恩的重要 那種天恩施德 所加持在自己身上的 那一份不可限量 的那一份慈悲 所以生活在感恩之中 這件事情啊 我們到場 口頭上 大家都是在講 要把它落實在生活上啊 只有透過 我們如此的修行 把每一個人 當主人是我們的恩師 來感恩他 那所以 在佛教的華遠心 他裡面提到 提到呢 這個師道裡面 最高的修行 就是無師道 那怎麼又無師道呢 為什麼會沒有老師呢 無師道呢 他的一個內涵 就是告訴我們 對於任何事物 任何人 通通要感恩 他都是我的老師 都是我學習的對象 這個就是無師道 所以老師不是 技工那個形象 這個我們已經強調 很清楚了 要也讓大家很清楚 這個觀念 老師不是那個 技工的形象 老師是我們 內在的那一份信德 那麼老師 也沒有將道 傳給我們 道是我們本來具足的 我們本來就圓滿了 那麼本來具足 本來就圓滿了 為什麼我們今天還要求道呢 所以可見呢 技工老師 他所給我們的 只是一條路 一條回歸之路 讓我們了解到 我們本來的那一份信德在圓滿 那所以既然老師不是那個技工的形象 那麼老師呢 有可能是存在 這個所有的事物當中 就好像從此他所講的 道在哪裡 道在這個烏瓦之上 道在泥土之上 道在這個 糞便之上 小便之上 道無所不在 那麼明師無所不在 那麼明師呢 是教 教導我們開悟的 所以我們呢 對於這些 無不敬 所以 隨時都在感恩 那因為隨時感恩 所以呢 我們 我們隨時要不斷的去 回饋 喔 不斷的去幫助他 幫助各種事物 所以呢 自立立人 那也只有 真正的看到自己 內在的那一份 圓滿的本性 你才有辦法 真的是做到自立立人 喔 你利益自己 成就公平的本性 利益眾生 成就公平的本性 你自己都沒有辦法成就了 你怎麼樣去利益眾生呢 所以這個是尊師重道 喔 這個師道裡面 最極致的一種修法 無師道 當然這裡面還有很多細微的 這種 經歷啊 我們可以去參考 環眼鏡的 這個講述 喔 我們點到這裡 讓大家呢 有一個認知啊 尊師重道的這個重要性 那所以說 尊師重道 是修行成功與否 的重要關鍵 一個修行人 他在修行的路上 到底 算有沒有算成功呢 喔 當一個修行人 蓋棺論定的時候 人家對他的評價 到底是好還是壞呢 總是呢 公說公有禮 婆說婆有禮 可是呢 歷史是有定論 但是我們講到這裡 我們必須告訴各位前線 這個呢 只是一般世間人 對於 這個 往生的人啊 所做的這個評價 跟論斷 也就是說這個是世間的說法 那在真理 修行的層面啊 對於這樣的說法 我們是很難接受的 什麼叫公說公有禮 婆說婆有禮 歷史的自由公斷呢 一個修行人 如果沒有讓自己忠悟 沒有讓自己解脫的話 那麼 他就是 沒有辦法對眾生交代 也就是說他的修行 是沒有成功的 因為他根本自己不曉得要去哪裡 對於生死這件事情 毫無所知啊 而認為死後的這種襲擊顯化 所謂生軟如眠 東不挺是下不服臭 這個是對世間人 一般的修行人來講 如果我們是等到 這個時候才來印證這個大道的尊貴 那麼我們生前求這個道幹什麼 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 在死之前 然後就 就來點到就好了 就來求到就好了 這個是 這個常理來想是應該這樣 當然你會說 我們怎麼知道什麼時候一直 但是呢一個修行者 就是要修到 什麼時候知道自己要回去 啊怎麼回去 就是要修到這樣啊 如果你都不能夠修到生死自在的話 那麼你不是對不起天恩嗎 對不起施德嗎 你枉廢了這個大道 有這種寶貴啊 那所以修行的成功於佛 端在於自己的正物跟解脫 那自己的正物跟解脫呢 是在世間就要成就了 而不是死後成就了 凡是死後成就的 這個人都還不能夠算是 他真正的解脫成就 死後被奉為神 被封為大仙 這個實在是 世間人的標準來講 這個是靠不住的 靠不住的道理也是因為 我們生前都沒有看到 生前靠不住 他到底修了多好 做了多好 結果呢死後做大仙 所以老實說啊 活佛是在世就要封了 再世就要稱佛佛 而不是死後才被人家稱佛佛 老實生前 人家就稱他佛佛 他自己就清楚了 自己在幹什麼 那他自己要怎麼回去 了然清楚 你跟六祖惠能 要走了 跟大家交代親親處處 叫他的徒弟也不要學士兼人 匹馬帶孝 在那裡哭哭鬧鬧 都沒有需要 為什麼 他知道他要去哪裡 這個肉體 這個肉體只是穿的衣服而已 他把這個衣服 留在這個人世間 請供厚人平調 那他自己的真身呢 他的真身無處不在 他回歸本位了 那修行要修到這樣子 所以六祖惠能他裡面記載 凡經裡面記載 開悟正道人 四十三位 那我們一代民師呢 一代民師 來到人世間傳道 三千六百聖四萬八千賢 那麼我們是不是 這個三千六百聖之一啊 四萬八千賢之一啊 這個我們要自己演清楚 所以尊師正道 是必定成佛的保證 必定成佛 也只有老師的這個指授 明師的意志啊 先佛的授祭 我們終究才有可能成佛 沒有這個先佛 沒有這個明師的意志 要成佛了 是難如登天啊 那所以我們 我們知道 在現在所有的修行的現象裡面啊 自稱明師的是很多啊 但是真正可以幫助徒爾們 超多生死 超多生死 跳脫輪迴的 只有一位 好 所以我們之前講 只此一家 那個道只此一家 別無分號 那只此一家的道理啊 我們要了解到 這個就是天命的傳送 這不是自己封的 這不是自己封的 那是因為有這個天命啊 所以他才有辦法 將這個生死的當道傳給我們 所以為什麼說 他講必定成佛 畢竟成佛 是因為明師已經成佛 所以我們也可以把這個明師的 的這種境界 也可以成佛 如果一個不是成佛的明師要來教我們 那麼我們怎麼樣 怎麼樣成佛呢 我們老師自己都做不到了 我們哪有辦法做到呢 這種出生死 這個跳出三界 這麼樣重大的事情 六萬年來 累積累積的事情 如果沒有靠的一種 這麼大的恩德的力量 我們哪有辦法 那所以 這個尊師壯道 相對於 這句話 的反面 欺世滅祖 被犯失門 這種事情 是一個修行人 最大的分比 也是一個修行人啊 他沒有辦法成就的原因 那麼要怎麼樣做到 這個尊師壯道 要怎麼樣的人 才叫沒有尊師壯道呢 我們已經也講得很清楚了 如教修行供養 成就自己的功德 這個就是尊師壯道 所以尊師壯道 是佛規的總綱 佛規 是我們道場統真的佛規禮節 那這個佛規禮節 發無成子無禮 那所以在這個成這些禮 的這個動作之中啊 是因為我們對於 這種天命的這種傳承 明師的這種經重啊 是出乎自成 這種自成的心呢 讓我們在學習佛規禮節的時候啊 可以呢 得心順手 可以呢 隨手拈來 這樣的一個自然的行為啊 絕對不是外在於 別人所給予的這種壓力跟束縛 而是自然流露的 那所以說我們說佛規禮節 這個是佛他們的行為 那在人的身上呢 變成一種規 所以叫佛規 那因為我們要成佛 所以我們要做佛規 那除了學佛的這些動作 學佛的這些言語 我們呢 還能夠以什麼為為意思呢 沒有的 所以只有佛規禮節 透過佛規禮節 透過道之宗旨 我們好好地來學佛 學佛向佛 希望呢 有一天我們能夠成佛 所以老前人 他常常講 你做生意的 人家叫你仓人 做功德 人家叫你工人 那讀書的人家叫你士人 那你修行的呢 人家當然就叫你修行人 修行到一個境界 人家稱為你君子 稱為你賢人 稱為你聖人 那這個是我們修行 本來就應該達到的 這樣的一個境界 所以透過尊師眾道 瞭解到一個修行人 他所應該有的 這些言行舉止 這些起經動念 言語造作 通通都是 從這個尊師眾道裡面 去體質得到 所以可見呢 那個聖師尊這個德墓 對我們 現在一關道的修行 是非常的重要 那現在道場呢 比較沒有這個 先佛來指導 所謂的開殺 所謂的借竅呢 這個道場呢 越來越少 那麼越來越少呢 也不見得是壞事 那以前的人呢 相信先佛 先佛怎麼講就怎麼做 所以呢 他們就怎麼扯 那現在呢 先佛再多的奇蹟顯化 也只能夠點化一死的信心而已 回去之後呢 還是照樣脾氣毛病一大堆 沒有辦法轉化 所以先佛形化變成一種 一種唱戲 我們法會呢 最喜歡看先佛唱戲 那看完了呢 聽完戲呢 回去一點點點 檢討也沒有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先佛呢 也不再也不再借竅了 也不再透過這個形象呢 來搶清說法 所以現代人呢 只有更加的來依止 明師的教法 透過先佛所留下來的這些精訓 來點醒自己 我們說修道三不離 不離這個道場 不離前賢 不離精訓 在前賢 常常接近道場 常常呢跟這些同修道友 好好的切磋琢磨 那常常呢 研讀這些精訓 那後學啊 希望呢 能夠 藉著這個 學講精訓 的過程當中啊 來警醒自己 那所以呢 我的修行是什麼 就是好好的把這些精訓表達出來 透過自己的這個 認知啊 儒教的人 好好的來實踐來修行 然後把這個 所正所悟吧 來告訴各位前賢 但是呢 後學是透過告訴自己 醒醒自己 來跟各位前賢 來分享 我不是講道理 給大家聽 也不是講道理 來告誒大家 來告誒大家 而是呢 想給自己聽 告誒自己 從這個獎金說法裡面呢 讓自己呢 有所醒悟 那所謂的台上 這個十分鐘啊 台下十年功啊 十分鐘的演講 可能是 我們累積了十年的這個功力啊 在台上的表現啊 在台上的表現啊 這個十分鐘啊 淋漓盡致 那所以 在 不斷的這個 這個練講 獎金說法之中呢 讓自己的這種心性啊 有所正悟 有所體質啊 這個也是後學的 個人的修行方式 分享給大家 來強調這個尊師 尊師重道的一個重要性 那我們知道 這個 這個 論語裡面的淫慧啊 一向就是尊師重道 那麼淫慧在 論語裡面啊 他的表現呢 也不算是 很有特色 啊 不算是很有 很積極啊 但是呢 老師卻常常誇張他 哦 老師這個 對他的這個評價啊 是相當的高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主要是呢 這個 淫慧的修行啊 他是真正的 落實 老師的教法 在論語的記載 公子說啊 無語迴言啊 終日不悔如語 退而醒其思啊 易足以發 回也不語 那從這句話呢 可以看到孔老夫子 對於這種 淫慧的這種評價 他知道淫慧看起來呢 都這樣靜靜的 都不講話 哦 終日不悔如語 終日不悔 就是說老師的話呢 他都說 是是是 好好好 哦 老師講的話 反正就是一直點頭 一直說是 到底他有沒有懂啊 不知道 到底他是不是真的了解了 不知道 所以呢 這個看起來呢 這樣 這樣呆呆笨笨的 但是呢 這個 這個 讀在課堂上的時候啊 退而醒其思啊 易足以發 哦 等到他回到他自己的 生活的時候啊 這個去檢點 他個人的行為啊 易足以發 也就是說 老師的話呢 對他呢 卻有一定的程度的影響 能夠呢 引發他 在於這個精神領域上 對於人生的看法上呢 啊 有一個很清楚的認知啊 那所以 把老師的話呢 充分發揮啊 孔子認為 這個學生啊 淫慧啊 不是 不是 不是於知啊 在 論語裡面記載 淫慧有這個 文藝之詞的偏知啊 哦 這個是子貢 來評價他的師兄啊 淫慧 認為他文藝之詞 他自己 文藝之二 之三而已 那孔子也說啊 唯也非助我也 於無眼無所不悅 那所以 這句話呢 孔老夫子 對於淫慧啊 哦 讚嘆不已 哦 大家好 道次宗子 眾師尊 上一回 講到淫慧的故事 那麼我們 可以了解 有的人呢 他天生 就懂得 修行的道理 就懂得尊師重道 所以 老師一指點 他就可以呢 自然的上手 那 對於心性 對於聖賢的教法 能夠自然上手的 這一定呢 是他 累劫累世 所修下來的 善根福德 那淫慧呢 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所以老師對他 非常的讚嘆 這個淫慧對於 老師的教法 亦步亦驅啊 真正的落實 到 這個生活之中啊 所以 常常有人說 淫慧在世間 有沒有度化眾生呢 不要說度化眾生啊 有沒有 教化過一個眾生呢 在這個 理事上啊 這個事項上啊 我們好像看不到任何的記載 但是這個事項上也許 這個 也許是有 那從 淫慧的視線呢 讓我們知道 一個人呢 他只要 把自己的毛病 習氣修正過來 恢復到 老師所教的 那個 至善的境界 那他這個人 就可以成聖成賢 他就可以回天 所以淫慧 雖然說 資料上沒有記載 他有 度化過 一位眾生 在世可能沒有 但是他精神的影響呢 卻度化了很多很多的眾生 那可以說 他的善根福德 非常的深厚 那麼我們人 沒有辦法 像淫慧這樣子 畢竟呢 人非 生出來 就是聖賢 所以 所以 有可能 剛開始在修學的路上 他並沒有 具足 尊師重道的 那種完整的人格 但是呢 那沒關係 只要呢 能夠秉持的 這個尊師重道的原則 不斷的去反省 去修正去學習 透過老師在旁 的指點 那漸漸的呢 也能夠達到 尊師重道 的一個標準 最終呢 讓自己 成就聖賢 所以 言悔不二過 不二過 又給我們 最好的視線 言悔得一善全全福音 這就是最好的修行 你看不二過 不二過就是真正的懺悔 所謂懺悔 就是你 你的喜氣毛病 你對於這件事情 錯誤的事情 犯過的事情 永遠不會再做 做錯 不會再犯同樣的錯誤 這個是真正的懺悔 那所以為什麼言悔的加持會這麼大 因為他真正的懺悔 那我們現在修行路上 或者是修行的法門 常常有懺悔的這個書文 懺悔的儀鬼 懺悔的這些法會的形式 那有沒有用呢 是不是懺悔的這些 我們的業障就消除了 我們從此呢 就可以海闊天空 事實上呢 也不盡然是這樣子 有時候呢 甚至完全沒有效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呢 我們沒有做到真正的懺悔 真正的懺悔是 你這同樣的錯誤 永不再犯 在佛前立下重視 給自己呢 打下契約 永遠不再犯這個過錯 這個才是真懺悔 這個懺悔 就從信德流露出力量 那個力量呢 把自己推上 覺悟之路 所以炎悔的視線呢 他可以說 讓人呢 非常的感動 那他的這個教法 是無形的教法 真正的修行的人 體悟到他這個教法 要儒教修師 修行供養 然後呢 讓自己 踏上聖賢之路 因為呢 得一善全全福音 這一善呢 是 所謂的萬善 任何一個善 那任何一個善呢 就是 一即是多 多即是一 所以體悟到 人世間所要面對的 各種 是 理因果 然後從內心呢 發出 沒有一件事情 不是善的 他從這個 民師所教授的 這個人心 純然至善的 那一面去出發 所以看什麼都是善的 那麼全全福音呢 把這個善呢 持續的保持下去 所以 所以後來 援會成就 一代聖人 這個是我們不得不 說清楚講明白 那相對於援會的這個 傳記啊 我們也可以參考 學會出版的 學會出版的四非專 還有那個 輪語裡面的記載 那麼我們知道 民師 已經給我們 指點出那一條 光明的大道 我們說 民是一點 那民是一點在哪裡呢 民是一點 不在外 不在內 就在那個 生命的 當下 沒有過去 沒有未來 就是此時此刻 當我們掌握到 那一份 如如不動的道理 我們發揮救急 我們呢 這個好好的來參與物 把民師的那一點 發放光大 那麼我們自己 也可以像民師一樣 智慧德能向好 通通俱足 所以民師常常 強調 我們身體好像一個家 主人住在家裡面 那主人呢 不要常常亂跑 常常亂跑了 會忘失掉了家 所以說我們 都有一個老家 我們老家 是我們本來住的地方 那因為我們常常呢 出外亂跑 這個亂跑 跑太久了 忘了回家 甚至呢要回家 也不曉得 回家的路 所以 老是告訴我們 主人要常常在家 二六時鐘呢 要守住 守住 不要呢 四處亂跑 主人如果四處亂跑 這個房子沒有人真理 他就會卡灰塵 好 他就為了 受到各種侵蚀 防止了 漸漸輕腿 那漸漸輕腿 表示了這個肉體呢 漸漸毀壞 哦 受到各種無常的打擊啊 那個這個受體呢 就不清安 就不自在 就會痛苦 那所以我們看到 現在眾生的苦很多 那麼病苦呢 是很 影響很大的 一個現象 那苦 我們曾經用很多的蝙蝠 來解釋 眾生的苦的根源 苦的根源呢 最主要的就是 我們忘記了真主人 真主人沒有在主持 所以 第一個反應的現象 就是身體 不清安 不自在 哦 這個雜病重生啊 那所以呢 在 在 道長 我們也聽到 很多修道人 他也是很用心的修道人 可是呢 卻是 有病在身 有的人甚至呢 病到呢 連走出去的力量都沒有 那麼後學也 受到這個病苦啊 折磨了一段時間 也沒有體悟 那漸漸的 得到前輩的指引 才了解到 這個病苦啊 是一種現象 也就是說 告訴我們 要懂得讓主人在家 主人做主 哦 其他的這個四 四神啊 他是客人 哦 他是這個 身體的這個外人 那外人呢 是不可以做主 我們要常常讓主人在家 讓主人呢 進入 自然的生活 那進入自然的生活 跟大自然融合一體 這個房子呢 漸漸就 達到一個自然的運作 那就健康起來了 那麼我們 曾經也強調過 我們的真主人 就是我們的性理 真主人呢 一定是跟大自然 合成一體的 是大自然的 一個部分 是生命共同體 那麼這個真主人 現在呢 住在這個肉體上 他一樣呢 要依循大自然的法則 來過生活 那麼人的自然法則 就是遵守 道德倫理的標準 道場 我們的師尊 師母 不斷在強調 老前人特別強調 人道 守三綱 守五常 把三綱五常的道理做好 就是回歸自然之道 回歸自然之道 那麼真主人呢 住在這個房子 就很 清安自在 就不會得病痛 那外面的這些 世界的現象呢 在透由這個真主人 慈悲真誠的流露 慢慢的去度化 慢慢去感化他 那所以 明思一點在哪裡 明思一點 從來就沒有理 離開過 只是 我們忘記了 那明思一點 他也不是 我們求來的 也不是明思給我們的 而是呢 一直都存在在 在 這裡 那只有呢 體悟到大道 這種 大道的人啊 才有辦法了解 真正的明思一點 他的妙用 他的不可思議啊 所以 人怎麼會有脾氣毛病呢 那脾氣毛病 需不需要去改正他呢 真正的說起來 脾氣毛病是不用去改的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因為他是我們心的變化 那心會變化呢 是因為我們的性 我們那個真主人 沒有在家 真主人沒有主持用事 所以呢 所以呢 讓這些外人 讓這些這個 五一六成啊 當家做主 所以脾氣毛病就一大堆 脾氣毛病呢 一大堆 事實上呢 也是因為 我們的心 這個變化不安所造成的 如果等得讓真主人在家 讓這個靈性啊 回歸到這個 光明至善的本體啊 那主人呢 常常守住 那一點靈海啊 那麼 脾氣毛病 自然就 不改而改 就好像 太陽出來了 黑暗就不見了 那麼主人在家了 當然這些 六賊啊 自然就跑掉了 所以讓靈性呢 發放光芒 讓主人呢 不要四處亂跑 這個是 我們常常要保守的 這樣的一個 道體 所以我們說 整個天地是一個大宇宙 我們這個身體呢 就是一個小宇宙 一個無極啊 那這個無極裡面 有 有一個生生不滅 有一個能夠 變化萬千 的一個 主人 那這個主人呢 要守住這個道體 保認住那個 光明的覺知啊 那他在 這個整個宇宙的變化 他依然不離這個分體 雖然呢 這個大環境 我們整個人生的運途 有各種的障礙阻難 喔 煩惱妄想 只要我們懂得用真主人做事 真主人的這個 靈靜之光啊 來漸漸的感化 這些眾生 所以為什麼說煩惱及菩提 我們不可以把煩惱去掉 因為煩惱去掉了 你連菩提也去掉了 菩提跟煩惱 事實上呢 是一體兩面 喔 他如果這個 自信現前了 他就是菩提 自信不現前了 他就是煩惱 就好像靜子一樣 靜子呢 你來什麼就叫什麼 所以 如果 讓我們的 真主人 常常視線 那麼黑暗的一面 煩惱的一面 就自然就 淡楚了 就化楚了 我們就可以得到 清安得到自在 那這個呢 要時時刻刻 二六時鐘 不離這個本體 那麼思想 言語 造作 通通不離這個本體 你就會感覺到 那個到底的妙用 所以讓主人當家 客人呢 隨著主人 的命令 來做事 絕對不能夠讓客人 來俠天子一路 令諸侯 這個是 明導師的疲憶 俠天子 天子就是我們 當家做主的主人 我們這個道體 那這個當家的主人不在了 這些堅塵亂道 就搞壞了 整個小宇宙的一個磁場 那所以呢 身體哪有不病的道理呢 家庭哪有不亂 社會哪有太平的日子呢 這個就是 俠天子 以令諸侯 那如果我們常常 能夠知道 我們內在一個主人 他常常這個 保認在那裡 那麽你要 那麽你要 試著去把他 找出來 把他這個 發覺出來 讓他出來當家做主 真正的 真正的 做到得益善而全全福音 那所以說我們世間的現象 已經是 可以說 亂道呢 已經不知道怎麽樣亂了 天下極亂 那這個亂呢 那這個亂呢 不在於冰空馬亂 不在於戰爭的這種亂 所以 現在的戰爭 也是一觸即發 但是因為 只要一發生戰爭 整個世界就會毀滅 所以呢 大家 不敢發動戰爭 那麽我們修道人 也要來時時 來警醒 世間人 來做出各種示範 來呼籲 這個世間的戰爭 不要發動 那這個戰爭 表面上看起來是沒有 可是呢 社會的戰爭卻很多 家庭的戰爭很多 包括我們內在 身心的戰爭 卻是 多得 不勝反局 你看社會亂 是忍在亂 現在社會的亂 比古時候的那個亂 是不曉得 多了好幾百倍 好幾千倍 我們打開 電視 看到報紙 每天所報導的 都是 騷殺 魯虐 都是呢 各種 災難 頻傳 那麽受到災難的這些家族 酷天喊地的那種畫面 常常出現在我們的眼前 常常出現在我們的眼前 那每天都是這樣子 我們修道人 我們儒家的這個修持人 以這個 安定天下 以追求大統世界為理想 可是我們到底要怎麼做 我們到底要怎麼做 才能夠撫平 社會上的這種爭亂 撫平各個家庭的那種爭亂 這個呢 這個呢 在於 人心的變化 因為社會是以人為單位 家庭呢 是以夫妻為單位 所以抓到根本呢 我們就知道 要從如何 下手 那根本 就是人的心 人性的變化 如果能夠掌握得住 那麼人心把它降服 把它安撫 那麼家庭呢就可以出現和諧的狀態 社會呢也出現光明的契機 那人心的降服 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剛才講 你要讓真主人 醒過來 真主人是一直在那裡 但是呢 真主人沒有作用 我們要讓真主人醒過來 喔 讓我們的這個 當家來做主 那所以如果說 能夠讓自己的心 轉煩惱為普敵 讓自己的心呢 隨時流露出 那一份清淨慈悲 自成的力量 就有辦法 渡化我們內在的眾生 內在的這些 煩惱妄想 人民的眾生啊 透過清淨心 透過慈悲心 透過平等 自成 這樣的這個渡化 慢慢的 慢慢的也能夠絕情過來 那所以 累結累四的脾氣毛病很多 雖然我們今天沒有辦法 一下子轉過來 沒有辦法像六祖會呢 一樣呢 一下子就頓悟了 但是呢 每天聽 聽受這些經教的教法 聽受這些前輩的指引 我們希望呢 自己能夠漸漸的踏上 這個光明的道徒 那所以說 哪一天 我們了解了 我們開始在 實踐了 我們開始讓真主人做主了 在於 我們身上第一個可以看得到的 就是肉體的變化 肉體不再那麼痛苦了 不再那麼煩惱了 不再那麼不安了 甚至呢 我們的外貌 所謂向好的部分 外貌是第一個表現出來的 你看起來就是這麼 安詳 這麼擁榮 這麼自在 這個是呢 我們內在的主人 真正的在啟用 真正的當家做主人 從臉上是最直接可以表現出來的 那你如果說 哎我的臉上 我還是看不出來 到底有什麼樣的變化 那麼你要跟你的去年的你相比 你去年的脾氣 你去年的脾氣毛病 煩惱妄想 跟今年比怎麼樣 如果今年的煩惱妄想 沒有像去年 沒有像去年那麼多了 那一份知所 也沒有像去年那麼多了 那麼表示呢 你的修行漸漸的 有找對方向 那麼跟積極的 你要跟上個月的你相比 上個月的我 對於這件事情 還沒有辦法看破方向 那這個月的我 我已經可以看破方向 真主人的當家呢 多了一份這個權威啊 那麼 我們內在的眾生呢 就可以度化 度化一些 那表現在外的 這個相跑 自然呢 就更自在 更合想 那所以美醜 不是在於 這個皮相上的長相 你看我們現在社會上 新聞上所看到的 這些模特兒 這些引擎 他們透過 各種保養的方法 來想要擁有自己的 皮相的美好 但是呢 內心有沒有這麼樣的美好 我們不得而知 但是一個修行人 內在美好 皮相上 的這種 的長相啊 自然可以讓人感受到那份美好 所以美醜不是相對的概念 一個人 一個人他長得再美 內心在 內心卻很醜陋 我們也不認為他很美 所以當你 當你的內心呢 那一份光明覺思 已經顯露出來了 你也不會認為你自己很美 你也不會認為自己很醜 因為呢 你已經沒有美醜的對待 你已經超越這些 這些現象界了 那可以超越 自然就可以不老 那麼我可不可以不死呢 當然可以不死 因為靈性呢 本來就不生不滅 可以不死是因為 我知道 我離開這個 肉體的衣服的時候 我要去哪裡 我是活著的時候 就已經證悟到 那個境界